提升4.3,換一個版本好了,按一個確定 那你只要工作區指導給他原來那個路徑,他一樣可以把它開起來,裡面有專案有哪些專案的話 基本上也會幫我們開起來,不會有影響 那只是說呢 可能還是要設定的就是那個Android SDK的那個location,就是他的連結的路徑 他會跳出這個有沒有,他找不到Android SDK 所以你直接怎麼樣呢 把他這個地方 在視窗裡面的喜好設定 喜好設定裡面的Android的部分 再把他瀏覽一下 找到我們的根目錄底下,就是我的目錄是 這個Eclipse 43 new 然後這個目錄 特別重要就是 你一定要指向的是一樣的版本的目錄,你不要亂隨便指定 不然的話你就SDK有的新有的舊有可能會發生問題 你不能說你明明是43的,你去開42的Android SDK那個目錄 這樣會有問題 按確定之後 再按套用一下 那裡面呢,我非常簡單 這個42的版本裡面就只有放一個 Android 這個2.33的版本 按個確定就好了 那確定之後的話呢,剛剛的東西就完全一模一樣 沒有影響 那再來我們來看模擬器 那模擬器部分的話呢,基本上Edit一下 這是舊的嘛 然後把這個先Delete掉一下 那再new一個看看 這個畫面就是新的 基本上也一樣 2.33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Device的話就是你的 這個多一個這個,我習慣是用小一點 3.2這個HVGA這個就好了 HVGA這個 然後2.33 那這邊的話RAM 剛剛同學亂不起來,後來改256 居然就可以了 然後呢 Internal Story 就是 這個是RAM,另外一個是RAM RAM的話就有點像硬碟啦 那他給他小一點,你給他100就好了,你也不要給太大 你給太大的話呢,那可能就RAM不起來,RAM不起來的話 OK,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怎麼樣呢,直接把這邊再點他一下,按START 那LUNCH一下 理論上應該不要,不會有錯誤訊息才對 可是好像同學就是有錯誤性 那底論上 這個地方就可以看到這個模擬器跳出來 那我講過啦 這個模擬器開機的速度呢 會因為CPU速度而 有所差異啦 當然最好是高階一點 I7的 如果你家裡電腦是I7 很快就出來了 像我暑假去那個蛋漾之公司那邊上,他們就是用I7的 大概 整個教室有七八十台電腦 全部都I7的 RAM也不知道8G還是多少 反正RAM起來就是 非常的順暢 然後那個 DOWNLOAD那個 SDK啊 或者下載什麼東西也是飛快的 像我好幾次都忘了帶隨身硬碟 所以我的隨身硬碟插在家裡 那我都可以遠端遙控 都直接 從 那一台電腦直接去抓家裡的東西過來 速度也非常飛快 所以也不會有影響 他當然這個地方就是要剛好硬體設備要配合 如果不行的話 沒關係,反正就等一下 也不會差太多啦 快 快也沒快幾分鐘 主要是要寫得出來 不然寫不出來 你再快也沒用 那RAM起來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再來就是說 我們把這個部分 RAM出來 RAM到這邊 RAM到 我們的模擬器裡面去 那接下來就是說 要怎麼樣可以 按下按鈕之後 他上面的文字可以更改 這裡面的話就需要 幾個步驟 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們要把這個上面的ID 按右鍵 改一下 剛剛是AD的test對不對 現在底下有個ADI的ID 那什麼叫ID ID實際上就是 這一個 這個 TestView的 他的一個 算是他的一個 也可以叫身份證名 那個就是 他的一個唯一的名稱的意思 這個名稱的話 我們把它改一下 這個名稱是給程式用的 那我們給一個名稱叫T01好了 T01 因為他是一個TestView TestView實際上就是 顯示什麼東西 類似一個標籤的作用的一個 元件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的名稱呢 就被我改成叫T01 那你可以在哪邊可以看到 你改完這個上面之後的話 在這個蓋要裡面也可以顯示出來 那蓋要顯示出來 你可以看到 他的名稱叫T01 後面會刮糊就是他的什麼 元件名稱 元件名稱 所以你看一下 T01 然後他的 這個元件名叫TestView 那這邊的話 你也是按右鍵 我們 ADIT ID 名稱叫 B01好了 B 這個地方 都用大小 B01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這邊就 B01 然後他的元件名稱就 Button OK 接下來的話呢我們把它做一個save 最後做完之後你把它做一個存檔 這邊一個存檔 存檔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完成了 畫面上的佈局了 所以畫面上的佈局啊 其實如果你展開來就是在 RES裡面的 Layout Layout就版型 就這一個 實際上這一個 指的就是我們現在的畫面 這個畫面 OK 好那這個是畫面部分的設計 再來第二步就是要寫程式 以後的話呢 你們不用記那麼多 你只要記得 第一個Layout下面的 就是我們的畫面 放版型的地方 第二個要寫程式在哪邊寫呢 其他都不用管他 你只要記得SRC SRC就是Source Source就是 等於是那個程式 是原始碼放的位置 Source 那這邊的話你把它展開來 展開來之後的話 裡面就會有一個 這個叫做 Package 套件 套件裡面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 程式 程式名稱就是.java 所以我們原始碼 就是放在 這個裡面 那基本上這個是SRC 原始碼 然後這個是一個套件 這個套件名稱就 Package 我們剛剛不是有 在 第一個畫面新增一個專案的時候他問我們我們Package 要叫什麼名稱 那個名稱的話基本上就放在這個地方 一樣然後裡面會有一個 程式是.java 所以我把這個.java的程式把它打開來 實際上呢 寫enjoy的程式 跟寫java的程式基本上是一致的 一致的 其實 Enjoy就是在 Java的基礎上來開發的 所以再來把它打開來之後的話 我們就要開始撰寫程式 不過 這個撰寫程式對一般 如果你之前沒寫過程式同學應該會覺得 很吃力 不過沒有關係 剛開始你還不會寫沒關係 你就 記得幾個地方 然後呢 先 寫中文 先寫中文 然後再寫程式 你就不會寫錯了 那在哪邊寫 特別之外 第一個 請你在 第三行的位置 就是extend 他這個名稱是一個class 這個 所謂的class就是 這個.java 編譯之後就是一個class class是類別 類別名稱就是mainactivity 他繼承 Activity 這Activity 實際上就是我們Enjoy裡面 控制畫面的 一個一個一個類別 那我們利用他 基本上就可以控制 所有的那個我們App的一個生命週期 那基本上他有生命週期 其實你優標放在上面就有說明的 就是當Activity執行的時候呢 會觸及 一個方法叫uncreate 就是被 被產生嘛對不對 然後unstop 就是 啟動起來 unresume就繼續 然後這個activity 就是running 就被run起來了 所以這App也被run起來了 然後再來說 如果要跳離的話 比如說你按back鍵 他就unpause unstop undestroy Destroy 就會把 這個App從記憶體裡面把它清除掉 清除掉之後的話呢 那Activity就shut down 就 關閉了 就不會用到記憶體了 所以他的基本的流程大概是這樣 也就是他extend他繼承的這個Activity 所以呢 他也是一個Activity 就是後面是爸爸 前面是兒子 那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幾步驟啦 以後 各位可以加註解 就是兩個斜線 第1步 做什麼 第1步的話基本上 我的習慣下 我的步驟就第1個 要宣告原件 你就是 宣 宣告 宣告物件 物件的名稱 第1步的話就是宣告物件 按enter 就把程式寫在這下面 就對了 第2步的話呢 請你看到 uncreate 這個是一個方法 有沒有剛剛不是 Activity 他有生命週期 第1個生命週期就是uncreate uncreate 所以 我們當uncreate的時候呢 要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uncreate的方法 然後他的刮弧在這裡 他的大刮弧 一對對不對 在這裡 他的後刮弧在這裡 所以你程式要寫在 這一個 後刮弧的上面 所以請各位把游標放在 這個後刮弧的上面的位置 按個enter 然後呢 斜線 斜線 第二個步驟 就是要 連結 這幾件事 宣告物件 連結元件 最後就建立一個事件 這樣的話 我們程式就寫完了 那往後呢 所有的App大概90%以上 都會都可以遵循這樣的法則 去建立 那什麼叫做物件 基本上這個物件呢 就是我們在記憶體裡面 要配置一個空間 讓 我們後面的 這相關的 這個 城市run的時候呢 有個地方可以存放資料的 這個這個 空間 那所以第一步的話我要建立 所謂的物件 那物件的部分的話對應到哪裡呢 特別注意 就是可以對應到我們畫面上面 假設我這個會用到 這個是 這是TestView 那這個也是 這個這個Button 對不對 TestView Button 那也就是說我第一步要怎麼樣 要宣告兩個物件 來存放 畫面上這兩個東西 因為畫面上 跟實際上程式不一樣 你必須把畫面上面東西 在 記憶體配置一個空間 讓他存 不然我將來要怎麼樣 把那個上面的文字 放在 這個記憶體裡面 去做存取 才有辦法去 讓他去執行 所以第一步的話呢 我要宣告 第一個是一個TestView 那名稱的話基本上你可以 記這個 這邊不是有個TestView 大小寫要記得 一定要不一樣 這個Button 所以宣告名稱的話 第一個就是 叫做TestView 然後名稱的話 就是T01 一個分號 第一步的話就是宣告一個TestView 名稱叫做 T01 我想這個地方是 Java裡面的慣用方式 就是說 前面是一個什麼 一個 我們的 宣告的 那個那個物件的 類別名稱 後面就是物件的名稱 那接下來的話 你把游標放在上面 可以把它匯入進來 因為TestView是屬於Enjoy的VG VG就原件 你把它匯入進來 你會發現上面 Import的地方會多一個 他幫我匯入一個什麼呢 一個 TestView進來 就這一個 那就不會有那個 黃色的那個 那個那個錯誤產生 第二個元件是什麼 Button 所以第二個的話呢 我在這邊宣告 第二個是 BUTTO 他記得大小寫 然後名稱的話叫 B01 他是一個物件 名稱 就B01 那一樣呢 會有一個 錯誤 就請你 游標放在上面 匯入Button就可以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Button也被匯入 特別注意要大小寫 不能打錯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在 記憶體裡面配置 兩個 一個是TestView的空間 一個是Button空間 將來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元件上面東西載上去 不然的話 沒地方放 再來的話呢 連結 那連結意思就是說呢 現在有物件 那畫面上東西 我要放上去嘛 所以呢我怎麼放 特別注意 有個偷懶的方法 就是把這邊這樣搬過來 然後按Ctrl鍵 然後呢把這邊 在TestView移到後面去 也就是說物件名稱怎麼樣呢 物件名稱等於 強制這個小刮斧就是我把強制轉型 強制轉型的來源在哪裡 你打個List List指的是我們現在 List 我們現在的這個類別的意思 這個類別名稱 點 點下去之後的話 它會出現一個 F 那這個類別裡面有個方法叫 FindView ByID View的話指的就是 畫面上的元件 你把它按個Enter 接下來的話呢 他問你說 你那個 那個View 就是畫面上那個元件的名稱叫什麼 那你就打一個大R 大R點 ID 我們用ID 去找 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那畫面上有個叫T01有沒有 那你就選到這按Enter 如果沒有出現T01的話 表示你剛剛做的那個 沒有存檔 你剛剛做的那個畫面沒有存檔 Enter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分號結束掉 那一樣的方式的話呢 再來連結什麼 Button 然後把Button怎麼樣呢 移到後面去 我的習慣是 或者你重打也可以啦 只是說我用那個 用那個Ctrl按住複製 或者你用Ctrl C,Ctrl V都可以 然後打一個什麼List 其實你不打List也可以啦 只是說你要把這個FindViewByID這個方法打出來 比較花時間 那你就List點之後的話呢 就會出現一個F 打一個F 他就自動會跳出這個 FindViewByID的方法 然後再來打一個大R 點ID R的話就是說我們系統的登錄檔裡面會有一個 Button有沒有畫面上不是有個B01 就可以連結了 所以這個動作的話呢就是 把剛剛的那個 我們畫面上面的東西 再連結到我們的那個物件名稱 就是我們記憶體配置的空間 就一 二就完成了 那這樣的話呢 畫面跟 跟記憶體之間就有一個通道了 那再來當我 點一下按鈕的時候 就可以去修改上面的 名稱 上面的名字 那我要怎麼樣按一下 當我按下他的時候 他上面名稱可以改 那這個地方就會需要建立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的話 的話就是 當我按下那個按鈕 所以那個按鈕上面要必須要 增加一個叫做 Listner Listner就是隨時掃描 到底那個使用者有沒有點擊他 如果點擊他之後的話 那我就要去怎麼樣 去修改 上面那個名稱 我想這部分的話請各位 先完成到這裡好了 第一個 請各位 重點提示一下 第一個 找到那個SRC裡面的這個地方 有沒有這個 主程式 開起來之後的話呢 直接在這個地方 輸入幾個東西 就是 宣告物件 連結元件 建立事件 大概這幾個 部分好了 我可以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喔